茗玉 应城高级 马上要出征 我转城过来 有句话想要问你 你想清楚了再告诉我 若是有机会 让你离开这里 脱离皇宫 脱离大盛贤妃的身份 让你自由自在地活着 你可愿意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要烧了这个新宫 什么 你 我会带你 去一个没有人认识你的地方 以一个新的身份 自由自在地活着 此事呢 事关重大 我一时 还做不了决定 茗玉 你还犹豫什么 你现在还有什么放不下 萧承睿都这么对你 难道你还放心不下他 我当时嫁给陛下 本就是形势所迫 如今陛下跟姐姐 两情相悦 对我也是百般猜忌 我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 那你现在还担心什么 只是 我若放弃了贤妃的身份 也就代表 放弃了雍临郡主的身份 这雍临的家乡 我恐怕 就再也回不去了 你放心 那天 我不会让你隐姓埋名 无法重归故土 若是有一天萧承睿不在了 他所掌控的权势都没有了 你就不用多多藏藏 这世上 你保证 山水风光 任你可去 承煦 你想干什么 我现在 正在为复仇做准备 我要为了母妃 为你 为我自己讨回一个公道 茗玉 我不会让你救荡 这一天 很快就会到来 承煦 你对陛下的兄弟情 是永远无法真正割舍的 若稍有差池 就会一败涂地 承煦 你可要三思啊 灭玉 我知道你很担心我 可自从我得知 萧承睿为了王位 而逼死我母妃 他只要舍弃你 苛待你 不过他的兄弟之情 早就荡然无尊 我现在对他 只有无穷无尽的恨意 若自自复仇 不能浇灭我心中的那团怒火 那这怒火 便会毁了我 梁军剑败 梁军剑败 大将军记手提供了两床大将 程温世 廖皇陛下拥有无尽 廖皇陛下千罪千罪千千罪 叶皇陛下拥有无人 陈将军 现在摆在你面前 有两条路 要么 降我大晟 成为大晟的臣民 要么 立马拖你出去斩首失众 用你的鲜血 来祭奠我大晟死去的将士们 二选其一 罢了 罢了 如今大量 人心涣散 而大盛 则如蓄日东升 蒸蒸日上 陈文质愿效忠圣皇 辅佐大业 好 得将军大才 我皇定然兴问 将军 请起 殿下 文质手中 有大量的兵不图 为表诚意 愿将此物奉上 大量兵不图 若得此物 定然能助我神效应 如虎添翼 誓如破竹指导黄龙 文质请求面见陛下 亲呈此物 大胆 你败君之价 有什么资格提要求啊 无妨 本王就如你所愿 谢殿下 我去订阅上 有什么资格远 我去认�리 不肯定是 我疯狂的 还要一直在 我学质系它 谢谢大家